我昨天晚上有特别拍了这个 晚上很漂亮的景致 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玄关 它总共有十间大套房 我昨天住的这一间 它其实比我家的主卧都大了 还有这个很享受的这个沙发椅 我们首先呢 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大亭 大家一进来呢 可以看到上面的水晶灯很漂亮 这一间房子的前屋主是个大名人 基于对他个人的隐私 我们讲的隐私权的一个保障 稍微说他是一个中国的名导演 他姓王 好啦就是王金啦 讲那么多 其实就是香港导演王金 这是他在大概2014年左右 拍《堵城风云》的时候呢 在拉斯维加斯这边买的房子 所以呢不小心这个房子呢 有什么明星过来住过 也可能已经有做成会馆 甚至有可能呢 是电影场景之一哦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玄关 就是这个进来的 这个旋关真的很气派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门上面的那个琉璃玻璃 那个琉璃玻璃就感觉很像那种欧洲教堂的那种玻璃的感觉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光是这个走道就多长了 Alex 你们这个房子多大 就是这块地多大 这一块地一点多acre 一点多acre多大 哈哈哈 回去查一下 这个豪宅呢 他所有里面的房间都是套房 他总共有十间大套房 他的套房 我这边住的这一间 给大家先看一下 就是这一间 我这边住的这一间 他其实比我家的主卧都大了 然后呢 光看他的厕所 厕所就很享受 然后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Alex的书房 这个书房呢 就很明显就是个大老板的房间 哇 全部都是Alex的收藏品 然后但是Alex 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那种奖牌啊 Alex年轻的时候就是有拿过很多奖 对不对 是的 因为我喜欢唱歌 所以我们要过歌唱比赛的大转 跟柔道方面柔道比赛的大奖 哇 你有打柔道喔 我是柔道黑带士段 国家警柔道裁判 跟国家警柔道教练 哈哈哈 遇到高手了 哈哈哈 高手中的高手 好 再来我们看到这一间呢 这一间真的是壮观啊 我真的只有在电影里面看到这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这个桌子 这张餐桌 多大呀 这个可以有几个人吃 12个人吃饭的桌子耶 哇 然后呢 旁边呢 就还有这个很享受的这个 沙发椅 然后你看阳光一洒进来 可以像贵妃一样 握躺在这个沙发椅上 旁边还有一个那么华丽的餐桌 光是这些摆饰品啊 现在这样子摆的 请问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再拿下来洗过再摆回去 哈哈哈 而且这一套餐具真的 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的餐具 听说这个餐具也有故事了是不是 艾瑞斯 有一次到那个纽约去出差 嗯 刚好一个卖欧洲的一带一带的这个家事店的 我们就去那边有看到这个餐具 其实这餐具不贵 一组是三百多块钱是非常的便宜 这个老板是个犹太人他很会做生意 于是这种不小心呢就搬了一只大鱼回来了 那请问原本的预算只有三百多块 那最后又搬了一只大鱼回来 请问你偷偷花了多少钱 总共花了差不多五万年 五万块美金各位 花了五万年从老板生成了 学到一些基本的待人处事 跟他的经理模式 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值得的 刚看到这个餐厅啊客厅啊 那现在来看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呢 我一开始进来 我先看到的是 这个炉子看起来很厉害 我看过很多美国家庭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特色的炉子 它看起来就像是个古董是不是 老板娘 是的 老板娘她不愿意露脸 老板娘不愿意去生意 那它这边还可以打开 所以它不是古董 它其实还是蛮现代感的 这个听说它当初做的时候 大概是将近大概六七万美金 这一个超炉子跟这个烤炉要六七万美金 要六七万美金 各位 六七万美金 刚刚老板娘特别去挖了这封信给我 她说她们到现在都还有收到我寄给王金的信件 好啦 这真的是王金以前住的地方 昨天我睡的那个客房 搞不好刘德华睡过 是啊 哎哟好开心哦 好接下来我看到这一个很有趣了 教堂风格的这个琉璃玻璃 一看这个设计呢 感觉是个喝酒瓶酒的地方 但是呢 这里 居然有这一个是生鱼片的冰柜吗 Alex 为什么会有生鱼片的冰柜 因为呢我个人我是蛮喜欢日本料理的 有时候呢我会自己去买鱼灰 宰沙 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里自己来享用 然后可以看到呢我现在身后呢 这边又有一个小客厅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个阳光屋 也就是一个对外的阳光屋 好接下来呢 这间墨熊是拿来当客房 那其实呢 这间正确它是一个酒柜 专门在平常酒的地方 哦 圣诞老公公 它其实是放酒的地方 但是因为你们不喝酒 所以你们没放酒 你们放了娃娃 我觉得娃娃住的都比我好 娃娃比我还会享受生活 好啦接下来在酒窖的旁边呢 有一间休闲室 各位 这边有一个撞球台 然后呢还可以直接走出去 就是游泳池 这边怎么还有一间客厅呢 到底有几个客厅 如果客人来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边聊天看电视 然后唱卡拉OK 大家可以在这边玩乐了 所以旁边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有撞球师 就紧邻着这里 那再来这一间呢 老板娘的书房 但老板娘书房的就很空 感觉东西都还没有搬进来 还没入住的感觉 但是呢 因为我知道它东西都摆在另外一边 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老板娘办公的地方 因为老板娘她是做美容的 所以呢她这边呢就有美容床在这里 那我身后这一间呢 就是我们老板娘的美容室 光看这个美容床啊 就跟外面不太一样了 这个够享受了啦 听说这一套仪器要30万美金 这个已经刷新我的三观了 好我们刚刚先看完一楼的主要的餐厅啊 餐桌这边 我们现在要上楼看一下主卧室 老板娘在上面收房间 哈哈哈 因为她不知道我要拍主卧房 诶 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主卧房 一定要拍的啊 她说她刚刚没有心理准备 所以现在跑上去搜 所以她说可不可以不要开灯 就黑黑暗暗的有点神秘感 这样子呢她没有擦灰尘都不会被看到 哈哈哈 就是大家看不到乱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就用昏暗的感觉 来拍摄接下来的场景 我发现你们买的家具都很有那种古典风味耶 因为抓配我们讲的一个欧洲贵族的一个 装潢 所以呢 都是吗这种风味 所以是比较match 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休息室哦 可以坐在这边看电视 往里面走呢 这边就是主卧卫浴了 那这边厕所是分开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好享受的浴缸 诶它是有淋浴间跟蒸汽室是不是 都是在一起 哇 前面是淋浴后面是蒸汽室 好享受哦 我刚刚说这边一进来就有一个厕所 然后但是呢一转头 这一面也有一个厕所 男生女生各用一边就不会被受影响 对重点是不会同流合污 哈哈哈 这个是我们Alex的更衣间 哇 Alex有强迫症吗 你看衣服都是这样整整齐齐的摆放 包括衣服的衬衫颜色 你看摆得多整齐啊 老板娘的 你就掃一下 趁他不在赶快掃一下 撤 这边出来又通到了一个 这是你们将来要做成健身房 这可以健身房 那个老板娘就可以在这边 健身啊 之后要放跑步机 然后这边还可以放瑜伽店 在那边练瑜伽 对啊 那从健身房出来的健身房对面呢 就是 儿子的房间 儿子的房间我们就不进去啦 而且有儿子不在 没经过他同意 继续走 我怎么感觉走不到底耶 这一天就是大儿子的房间 他们的每一个房间 都是这个teensize的床 我相信这个狗狗真的很幸福 狗狗可以住那么大一个房子 是不是 狗狗带着我们到外面的阳台来看一下 哇 你看后面有一个羽毛球场 像盪鞦韆 还有迷你高尔夫球场 都是他们家的地哦 然后旁边就有这一个游泳池 那游泳池呢 我昨天晚上有特别拍了这个 晚上很漂亮的景致 给大家看看 而且游泳池水流开的时候呢 它会从这一边 这个水流会这样流流流 所以你就可以坐着那个游泳圈 它就会把你这样冲 就有点像那个做游泳圈塑溪的感觉一样 那刚刚呢 Alex有介绍我他们的游泳池的机器人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游泳池机器人 它是直接放下去 它可以自己爬墙的 洗整个游泳池耶 你看肚子都是树叶的看到没有 哦 它会到底下把住业都吃到肚子里面去 游泳池旁边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间的guest room 也是客房 那这一间客房里面呢 它还有厨房啊冰箱啊 所以等于是整套的 将来呢就是 如果有一个小家庭住在里面啊 就都不会影响到住在这个主屋的人 这边呢有个阳光屋 大家可以坐在这边很休闲 很惬意的就是欣赏美景 但是呢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这间变成棋牌室或是麻将馆 哈哈哈 你看多适合打麻将啊 多适合玩德州布克啊 对不对那么大一间 基本上那么大洞的房子 就他们夫亲俩在住 那小孩子也大了 就出去外面练书 所以呢有时间套房 很多是空在那里的 他们真的是把这边当作是度假小屋了 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一个太极 这边还有八卦 就知道我们前屋主 王金大导演非常重视风水 这个地呢一定是有找人看过的 今天呢带大家看了Alex豪宅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于 赌城的这种豪宅开箱呢 有没有很喜欢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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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